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场赢一场 故事就是一开始还蛮顺利的 然后打着打着不知道为什么就赢不了了 再打着打着发现打了16场赢了一场 我很开心 有一次吧 一个月我们四个人 就是四个人的分数全部都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在八九十 我在第十一 很痛苦 我被偷过一次 就是我当时是 十二点钟博士走了 然后老板 然后冰添五月的时候博士一 跟博士差一分 但是难不怕 他们睡得太多 就很难过 结果一个月 这个我以前经历过 记得我是凌晨三点 三十点的时候吧 然后去偷那个活物的活物 然后比那个第十名高了十分 然后他就被我挤下去了 就很开心啊 然后感觉自己当了老肉 那种感觉 一般我是不偷绑的 然后手绑也就很少 因为我想打的话 我会在前面就给他打上去 稳定不会被偷 但是我有时候会忍不住看一眼 自己会被偷 一场隔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最后一天看一眼 有没有被偷 虽然说这样被偷了 我也不会再打了 但是忍不住 我有一次就那个 一般我们拿国服都是那种 就是卡点 11点58 59分 看那个第十一名有没有加分 如果他加了我马上再去打一把 而且还有的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表现分没打满 他就会直接就都守到什么四五点 他不打我就不打 他打我就打 什么是偷绑 我从来不偷吧 我像我这种正直的人 是不会偷别人的绑呢 然后手绑的话 像我这种实力这么强的人 我需要在最后一天手绑嘛 我一般打国服的话 31号结束 我一般20号的时候 就已经是国服了 李小龙花过钱吗 李小龙不花钱 李小龙不花钱 九月很清点节约的 他也没怎么花过钱 我俩都不花钱啊 怎么到哪 没有钱怎么冲动消费啊 你给我点吧 你给我 等我就冲动给你看 我做就是18年的时候 搬健身卡 花过冤枉钱 我花过的冤枉钱不要太多 经常冲动消费 很多时候买的快递 给我发很多消息 放在哪里了 放在哪里了 我都感觉买这东西干嘛的 都难得去取 我觉得 一个花的钱 都不冤枉 一个理财这方面 还是很有一手的 我觉得他买过一个西瓜 有点贵 我觉得有点不值 就是半个西瓜 好像80块 值不值得看你当时需不需要 我觉得我当时很需要 所以说我觉得值 就是Fly的话 就是以前不是剪头嘛 就专门找了一个Tony老师 给他设计 花了2k 2k的话就是说 2.8k 花了2.8k 花了2.8k 然后捡了一个 刚开始回来的话 看着不是很舒适的一个 然后后面的话 他自己安慰 觉得捡得还可以的 刀子的话 说实话 他的每一笔钱 都是用在刀把上刀刃上的 就是说 他不会浪费他的每一分钱 对吧 我很难找出一笔他乱花的钱 如果一定有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吃吧 吃的比较大手大脚 吃的话也不是乱花钱 你就是犒劳自己嘛 所以很难找到他去乱花钱的一个地方 所以所以 居家居家好男人 队长那耳机呢 队长 耳机去哪了 耳机 耳机在居然墓里面的某一个讲座的 我队长 花重金买了一个耳机跟我说 这是耳机不可能再丢了 因为我花了重金 好吧 然后前段时间 我耳机呢 耳机怎么找不到了 耳机去哪了 我真的想笑好吧 好吧 我能这么说 只是只是掉在俱乐部的一个角落了 肯定有一天会找回来的 因为他不可能找回来的 可能等我搬出这个基地的时候 你都找不到 这个不能叫冤枉一些 因为他那个耳机确实是非常好用 他充一次练的 可以用一个月子呢 那耳机呢 在哪里我不知道 参加过的小剧场 呃就是之前跟鱼拍的那个 那个什么 欧巴的那个韩剧 不知道是什么来着 还是那个印象还是 就是那个砍砍的音乐 对 就是那个 这次能带你上新药 我舍我 你说过 有意思带我上风的 我会祈求上 那里连上上完整 阿琴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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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朗黑 阿琴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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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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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小剧场是比较有意思 就很搞 是的 我每次去的时候 我都想看一下你们的脑洞有多大 那现在大话说到第10季了 反正有什么想说的呢 就是希望接下来的10季 100季都大话我们来越做越好 这些选手的教练在训练室当中是 就是像片段当中一样非常凶的 然后很严谨的很严厉 但是在平时的时候和大家日常相处的时候 又像一个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因为我其实和教练的年龄差的没有那么大 就更像一个朋友 但是在训练室当中身份就不一样了 对我们还是非常严格的 张角教练吧 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 然后对我们的一些细节处理上要求很严格 我印象中还真有 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了 就在复盘当中 两个人突然因为一件事情 然后发生了争执 然后说着说着那个队员就 哭了边哭边说 心里觉得挺好玩的 因为没有想到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反应 复盘能被复复复了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武汉Esta Pro一尊 哈喽大家好我是CNW先生 哈喽大家好我是重新狼队FLY 大家好我是酷鞋 今天我来和大家玩一个你画我猜的游戏 节目主给了我实际张照片 我选一张然后我画出来 然后你们来猜 告诉我答案好吧 是吧是这样吗 可以 我可以选一张 好我选好了 我选李白这个 画好了 这个是李白 我觉得 我觉得 不需要画太多的复杂的东西 我觉得一壶酒 一把剑 就足以证明它是李白了 我觉得很容易猜出来吧 毕竟这么明显 看一下 李白 李白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觉得他的画工的话 虽然是有一点丑陋的画 但是 还是有很多亮点在里面吧 就是可能写一个9 然后一把剑 我就能猜到 不愧是你啊周宽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来 是不是 这么明显 兄弟画得这么好 果然不负我的良苦用心 那你觉得他画得好还是你比较会猜 主要是一张画得太抽象了 然后 我看了两眼 我一下就猜出来了 主要还是一张太高 哈哈哈 我画的话我肯定就是说 我画出来的画 我的画功很好 很容易被拆出来的 所以我选一张比较难的一张 这种英雄吧 好吧 要展示我的画功了 其实很不想展示我的画功 你知道吗 因为我画的太像了 画个颜色 好了 太容易猜出来了 我都画了这个东西 好吧 嗯 好 我们画的这个东西已经画出来了 好吧 我觉得这 我完全是给下一个选手再放水 我怎么说 这个英雄 随便猜 好 我们画的这个东西已经画出来了 嗯 嗯 嗯 这是 这是 这是桑起吗 还是 要么是桑起 要么是袁哥 我比较确定是桑起 好的 那恭喜你 猜的 我觉得他画的比较有灵魂 我觉得他画的比较有灵魂 也会在那个下半身那个绿色 我觉得他画比较 我还是很少玩这个英雄 因为Fly画的这个桑起非常的好 然后我一下就猜出来了 然后这个环节就结束了 大家拜拜 现在你们队里面要有人接受让总的挑战 你会推荐谁来的为什么 我会推荐 华云呢 因为 我画比较多吧 我会推荐乌鸣 因为他说我不好 所以我还会 我希望吴欣来参加这个挑战 嗯 他会表演写中效果 无名 因为他很多话不懂 让他来 那就帮助他 因为他说话挺搞笑 嗯 我没什么信仰 他头那我只能念了 没办法 天上七个星 地上七快兵 台上七打针 处上七字音 墙上七枚钉 坑 呦 坑 呦 坑 呦 拔 七枚钉 无须无须赶走七钉 拼拼 秋 胖 踏坏七快兵 一阵风来 吹来 七打针 一块乌云遮掉七个星 结束了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打针 我去看看 吧